东莹,古代中国如此称呼隔海相望的日本,在两国渊远流长的交往中,数不上数的中国的文物流传到日本。 其中,不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在日本也被称为国宝。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内容暗门关系。 然而,由于常年女儿的发现,在这些文物的故乡中,这些归宝距今却几乎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深居之处是怎样的一路呢? 我们首次冲冠日本,探访他们神秘的全世界的新生。 日本镰仓的禅宗寺院,建长寺。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超度仪式,粉勺用旧了的茶写,通过超度仪式,表达使用他们之后的感恩之心。 在日本的寺院,超度并感谢使用过的物品是一种传统。 寺院的住持恭恭敬敬,向神明敬献一杯抹茶。 使用的茶碗,出自于八百年前的南宋。 在日本,这种黑色漏斗形的茶碗被称作天幕茶碗,因来自中国浙江省的天幕山而得名。 和穷雉andal和穷雕 Wasser 祇父宮在借家者、祖室 store和穷雕彩等菩提寻的茶碗 commun拖泡。 比案请щins这个厂的莉拓,结果取言过国首席一蛋汲用品牙抹文后在道走开。 爱是否,酉安藏城城内的并非拒 Deshalb晚被懂以攏或去的相伙, 今天天木茶碗依然是日本的传统茶道仪式上 自为名贵的茶碗 就在南宋时代烧制的天木茶碗 无疑是茶会上的主节 和珍藏它的主人一道 向来一门展示着别具一壳的风采 在茶道的仪式上 天木茶碗的地位甘致新出轻重 天木茶碗主要是南宋时期 在中国福建有建阳的首居 在天木茶碗诞生的一个 只能见到危机无人 至日本十五世纪的十两季 天木茶碗要变天 是首厉害宫庆的日子的飞 警察碗有着独特的板 放射着令人炫目的光 在世上 在世上 都包围被遇 每一件都被认定 每一件都被认定 不思議なことなんですよね 特に四辺天木などが 日本にしかない 最近は附屈でかけらが発掘されましたけども 本当に一問のある 为什么天哪晚 今日都完整的保守在日本 让我们一体 戒着愛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茶碗两次挂右 第一次的底右呈现黄色依稀可见 现存数量趋之可数 这些收藏是日本江湖时期在九州统峡一方的大名西川甲族的传世之宝 从始祖开始直到现在西川甲族已经延续了十八代 左美顺一先生在日本是研究天木茶碗的最高权威 代替刀那盎有象 eto 天木却是非常華 黑色為基調,形狀類似漏斗,是天目茶碗的基本特徵。 這幅五代時期的工業圖,描繪了晚唐宮中的女樂士們休息時的情景。 他們飲用的就是茶。 這幅名畫表明,唐朝時期,茶就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飲用品。 宋代開始流行點茶,人們將茶碾成粉末狀放入茶碗中,煮入開水,用茶弦攪拌。 這種名為點茶的飲茶法傳到日本,成為今天日本常見的末茶。 宋代還流行鬥茶。 這是一種絕逐茶之優劣的遊戲。 參賽者將自己的茶放入茶碗中,開水。 之後,茶色並美分白色,而且茶的顆粒始終不如完美。 這碗茶就被公認是最好的。 豆茶當時大為流行。 上次帝王,下至百姓都樂此之心。 豆茶對茶碗也產生了影響。 由於黑色的茶碗易於分出盛。 而產於福建省劍搖的黑色劍戰,寶溫向我又好, 沖泡後,茶不停完美。 由此,宋代人普遍使用劍戰作為茶具。 浙江天木山的禅宗祠。 自唐代開始,這裡就是修行禅僧們憧憬的聖地。 南宗時期,這裡雲集了大批前來留學的日本僧女。 作禅是禅宗修行的基本功。 飲茶不僅能夠解除作禅的疲勞,也會在困乏時驅趕睡意。 飯後作禅時,飲茶還有益於消化。 茶在三女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作禅宗修行的靖山寺。 這座古老寺院是建於彷徨。 南宗時期,曾經有多達一千七百名僧人在這裡休息。 其中有大批慕名而來的日本僧人, 在這裡接受中國禅宗魂關的訓言。 上個世紀九十年來, 靖山寺出出了少量的瓷器。 他們是古希森人的生活人。 這個茶碗,從形狀上來看,就是宋代流行的建展。 帶著這個線索,我們來到建展的故鄉, 武夷山腳下的建陽市。 南宋時期,這裡是全國首區議局的產茶地。 在這裡採收的茶葉,曾是宋王。 這是在茶園附近,燒之劍展的搖爐,劍搖的遺址。 我們看到的只有堆積如山的碎片。 只有在周邊的佛物館裡, 才可以看到抱著完整的建展。 在建展流行的宋室, 他們被大量帶到了相互望重的殘忽室。 之後,在浙江天山以來修行的日本人人, 又將他們帶入宋室。 於是,建展在日本有了一個顏目至今的程度, 天目茶王。 天目茶王。 而在天目茶王的故鄉,天目茶王。 現在的情況又是什麼樣的呢? 它叫天目茶王。 你知道嗎? 在這個鄉土電視劇裡面有這個東西啊? 我沒見過,不知道。 在中國,除了博物館,這種茶王已不復存在。 而在日本,它能一直留存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這又是為什麼呢? 京都北部有一條趨近通幽的山。 一路前行,我們來到了被認定為世界遺產的高山寺。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日本最古老的城市。 在這裡,我們找到日本最古老的城市。 一路前行,在這裡,我們找到了日本最古老的城市。 在這裡,我們找到了日本最古老的城市。 来自中国的小小三十种 播种出了流传至今的日本茶文化 公元十四时期 京都是日本的政治中心 幕府第三代将军 足利一满热心于禅宗 甚至达到了出家的程度 日本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 金格寺 它是1397年 足利一满为自己修建的豪华宅地 里面专门设计了款待嘉宾品茶的空间 而且为了装饰 足利一满动用了大笔资金 用于收集中国出产的茶具 1401年 足利一满将大批贡品 浸献给中国明朝皇帝 此后 他又派遣了一百多座商船 花重金 从中国将大批上等的天幕茶碗 和各种瓷器 买回日本 足利一满之后的历代同志者 对饮茶文化的兴趣 有增无减 这从封城秀吉所建的这座黄金茶室便可见一半 正宗的中国茶具被称作唐物 公卿贵族们开始在大大小小的聚会中 争相使用这些奢华的茶具 并以你为荣 在使用唐物以未然成功的当时 独占凹头 就是天幕茶碗 使用上好的天幕茶碗 本身已成为了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年老了就像个孩子 他总有许多天真的问题 简单却带着依赖 固执却让人疼惜 他总是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刻 就像儿时的我们 也希望父母能够陪伴我们多一点 爱的延续 笑的传承 今天 茶已经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 尤其是传统的茶道仪式 在日本得以传承 它已被作为最具特点的日本文化 而广为世人所知 彭丹女士在日本从事中日比较文化学研究 他通过体验茶道 对研究茶碗文化 有了更深的认识 日本では仏教伝台と一緒に こちらの天目茶碗も使われました ですから天目茶碗は 茶碗の中でも第一のものなんです 暗いが それでこういう台に乗って 乗せて使うという 最近彭丹女士就天目茶碗 发表读道的建计 中国人可能是創造力很强 他很有創造力 所以他的文化就这样 新旧更替 旧得扔掉 先走再創造新的 但日本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的創造力也不止中国人 但是他的改良能力和继承能力 非常地厉害 他比如说 学习中国的文化 但是他继承 一直继承下来 更加把中国的文化发扬更大 在中国有一个 是喝茶方式的变化 他后来就不用了 但是在日本 他虽然他自己 到后来他的陶瓷也做得很好 他也有很多茶碗出来 但是呢 他就一直把这个天目茶碗保留着 对我我觉得 是日本文化中 最优秀的地方 为了不使茶水变凉 天目茶碗使用 加住了铁质的诱料 因而呈现黑色 从侧面看 漏斗形展开的碗口外圆下部 向内凹进 呈现所谓的憋口状 这是天目茶碗的最大特征之意 这个游滴天目茶碗的内外 呈现出金 银 干所不闻 极为罕见 一度为风尘秀吉的弟弟所拥有 名造一石 随着茶道的盛行 天目茶碗又相继出现了多种色彩和花纹 碗口的厚重幼料是白富伦天目茶碗的特征 在天目茶碗中 这个品种极为稀少 是贵族家世代相存的旗品 这是木叶天目茶碗 在漆黑的铁柚中放了一枚真树叶 烧制而成的 日本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陶瓷大国 古代的制陶历史可追溯至一千年以上 日本陶瓷家的工艺精湛 作品名扬四方 日本本土生产的瓷器 则诞生于十七世纪 而从中国输入日本的上等瓷器 历来是上层社会趋之若鹜的质堡 新天 仍被各地的美术馆或个人收藏压压压 这是南宋官窑烧制的青瓷大壶 来自圆明园 右色深邃 管如碧玉 开片细腻 格调高扬 是同类青瓷大壶中的名品 明朝嘉靖年间是中国彩绘瓷器最恢复的名品 这件景德镇窑的五彩玉藻纹壶色泽光润艳丽 堪称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五彩瓷壶 采访中 我们见到了日本的陶瓷器中获得最高评价的作品之一 制作于十七世纪的彩绘瓷藤花纹茶壶 国宝 白右上描绘着盛开的瓷藤画 构图无惧将写 在日本 这种在本国制作的瓷器国宝 共有五件 令人瞠目的是 来自中国的瓷器 竟有八件被举定为国宝 为了探访来自中国的国宝 我们前往东京北部的群马县 这里是二十五年前落成的一座现代风格的美术馆 收藏品也以现代艺术为主 唯独镇馆支牌是一件来自中国的宋代瓷器 不巧的是 我们来到的这一天 这件收藏品被借奏 与我们擦肩过 原来 这件国宝正在东京国立国务馆 这里举办的是人间国宝展 在日本 全间国宝是对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 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件南宋龙泉窑的青瓷花亭 这件国宝的名字叫青瓷下无花生 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年代 由谁带到日本来的 但是七百年来 它在日本给予了瓷器创作者们无数的灵感 所以 这件有形的国宝被借到这里 和被通为人间国宝的超级能工巧匠们的作品 为了继续探访国宝之旅 我们来到大阪 在大阪市立东阳陶瓷美术馆 看到了元代龙泉窑的起座 这件作品上的铁班 犹如蝴蝶翩翩起舞 与古初的瓶身和凹定的瓶颈相够一张 令人惊讶的是 在八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国宝当中 天木茶碗竟然占了五件 其中 一种翻文独特的茶碗最为名贵 名字叫 要变天木 要变天木 如今世上仅有的三件 都完好的保存在日本 被称为 船式姑娘 位于大阪市中心的藤田美术馆 这里收藏了风格迥异的东亚艺术精品 其中九件被认定为日本的国宝 这是其中的一件 玄奘三藏会 出自于五百年前的日本画家之手 十二卷彩绘笔法细腻 实习如生的记录了唐僧一生的经历 不过今天来这里参观的每一个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一个人的目光 这就是 要变天木 好啊 紫蓝色的斑纹 随光线和角度而变换颜色 日本人把这种奇异的光辉称作要变 并比喻为晚中的宇宙星空 深邃莫测 我们在一份十六世纪初的文献中 找到了有关要变天字的集团 这份文献中记录了木夫将军收藏的所有书画和差距 关于要变天目 文中这样写道 要变乃建展中最佳之作业 堪称绝世之物也 被日本最高统治者 誉为世上无与伦比的要变天目 是什么时候由谁带到日本的呢 对此 已找不到准确的实义计案 但是自从他出现在木夫将军的收藏中之后 五百多年来一直被有名的权贵富商 以及大寺院正向收藏 这里是靖家堂文库美术馆 这里保存的 是日本大财阀 延齐父子 多年收藏的东亚艺术贞品 二十世纪初 延齐迷之助 为了防止东亚文化财产的流失 不惜重金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艺术品 他的儿子 延齐小仪太 在此记者上 又将父亲的收藏 发扬广大 这是赵孟府的真迹 只说 热爱书道的延齐小仪太 每天都把他当作患 而如今 靖家堂里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这件 要变天目茶碗 它是南宋时期 在剑瑶烧制的著名茶碗 有关他绅士的传说 就像茶碗上面的斑文一样 充满了神秘色 对照文献的记载 现在 他应该就是十五世纪 牧府将军 独立家族收藏的要变天目 到了江户时期 他又成为新的牧府将军 德川家族的牧府 德川牧府第三代将军 据说 他的竹母和牧府 他们盼着 要变江户 从此 一直到明治时期 这只要变天目茶碗 都保存在如母的后人 稻叶角 明治维新以后 近代产业的发达 跟美术品的收藏 感染了很大的变化 达官贵人应有的珍宝 但是 最后 开始被转卖到军 就将这只要变天目 转手给了财阀 岩奇 岩奇 这只要变天目 多年来 亦提为所有者 玩赏和使用 而岩奇 小仪太生贤 却从未使用过 他以此 来表达自己 对这件西式珍宝的敬意 另外一只 保存在藤田美术馆的 药变天目 在江户时期 被德川家康的后人 增长达二百多年 一九一八年 企业家藤田平太阳 以五万三千八百日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只要变天目 这个金额 就相当于一千名大学生 一年的取责 第三只要变天目 引天于京都的明察大德寺 龙光苑 曾有一位富商的儿子 到这里出家 带来了家传的茶具 名贵的茶碗 也由此留在了龙光苑 寺院不像美术馆那样 公开展示收藏 所以 这只要变天目 很少套头落命 是三只要变天目里 最为神秘的一只 要变天目茶碗仅存于日本 这似乎已是几百年的定论 不过 在当代中国 有人正试图创造奇迹 在距离建谣一百多公里的福建省南平市 我们遇到了为富举要变天目 而奋斗多年的一家人 陶瓷艺术家 孙建清先生 孙先生一家三口 一局在为要变天目的布剧成功 而孜孜不变的能力 要变天目的制作技术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三十多年来 孙建清通过反反复复的摸索 试图找到制作要变天目的途径 至今虽然已经历了千水百叶 但是 还是没有消析出一件真正的要变天目 全世界的三件要变天目是对日本人 从天目上拿走 例如日本的布剧 那么这是我们组合的崇催的文化 那么我一生之处的组合 建谣的整个系列上回复起来 完完整整的焦点 下一代 那么为什么金美绝伦的药变天目在中国 所以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学者佟丹 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就是陶公们他们肯定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了 比如说这没有一点瑕疵的很圆满的 很方正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这个就是他们想追求的东西 而突然出来一个变异 那他肯定会想 他觉得很恐怖 有什么不祥的兆头 上天是不是地上的人做错了什么事情 上天要给什么惩罚 他们就觉得很恐怖 所以当时的陶公们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有摇变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茶碗 摇变的这个碗 这个作品也破碎了扔掉 所以在当时的话 应该说就是摇变就不容易留下来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拜访了福建省博物馆的研究员 利剑安所说 世上仅存的三只妖变天物 利剑安全都亲手触摸剑衣 日本之所以能够完美地保留下来 这三件妖变天物 应该说这跟日本人 对这个茶道 对茶艺 对茶道具的喜爱 应该有直接的 很深刻的关系 否则他不会爱惜到 非常珍贵的把它保留 带带传续下来 这是应该跟日本文化 传统有关系的 由于日本的 它这样的历史的文化的 很深的历史文化的背景 所以这三件的 增弃的这个 剑谣的产品能够保存下来 也是一件 从艺术史上也好 从人类遗产来讲 都是一些信师 茶碗与茶文化紧紧相连 十三世纪末 元朝与日本的战争 使中日的茶文化 走上了不同道路的分水岭 距离中国最近的九州海岸 仍残留着当时 日本为一场蒙古军队 来建造的防御文士 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 顾碧烈立自征服 飘渺浮渐在东海上的岛国之类 蒙古帝来会子 这幅画卷是一位 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日本艺术 战争结束后请允许多 他生动地再建了战斗的激烈场面 为我们今天了解那种 提供了最形象的奥尔原始资料 在防御工程中备战的日本士兵 向日本军队放箭的蒙古将士 日本士兵是 这种奥尔原始资料 面对强大的军队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面 被封为神 军队 历史就是这样 这种奥尔原始资料 日本将男子母舔团 向来 白沙西 相应 君山 珍兮 好茶 相遇事 衣服 既在人身 呵护衣服 我选超能之醉 低泡洗衣液 不伤鹰雾 不伤肤 超能之醉 低泡洗衣液 超能女人 用超能 我也想像他那样跟你 他到底哪儿比我强啊 这场玫瑰战争 熟能胜肤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银幕 中和频道 狼酒和花郎特约剧套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一样 我爸呀 没别的爱好 从小就叫我下棋 现在他老了 我陪他下 挺好 反观中国大陆 南宋涟亡 取而代之的是元朝政权 给中原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元朝的统治阶层蒙古籍 是以肉和乳类为主要兵器的游银子 与宋代以来的末章 而散茶法 却很久没有传入日本 而散茶法 却很久没有传入日本 在元朝的战争中 得以幸存之后 他们一直保留宋代的茶道传统 并将之发扬光大 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道 无可论 元朝之后 中国的饮茶方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宋代烧制并盛行意识的建展茶碗 也随之消失来 西里的洛伊布渠的海内外游泳 和银格寺 是京都祝母的官方圣 一九九四年 银格寺作为古京都文物的一部分 被列入世界文化之城 它是幕府将军 独立义政于一四九零年 为自己修建的宅 以将军为首的权力阶层 聚入朝乡文化局部 常常饮茶聚会 日本的饮茶文化 在这里取成熟和完善 中国散茶文化 开始大行其道的这个时期 在日本 宋代的茶道文化 却芳心未来 要变天幕便在此时 登上了历史舞台 幕府将军的收藏记录表明 他被认为是天幕茶碗 第一佼佼 天幕茶碗那就用不上了 用不上了 而当时正好这个时候 正好中国的饮茶方式 墨茶的饮茶方式开始消失 天幕茶碗已经成了无韵之物的时候 正好这时海对面的日本呢 它的那个茶道开始兴起 但是日本的当时它还不会制造瓷器 日本瓷器的制造要到十七世纪 要到好几个世纪过后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还不会至少瓷器 那它就从中国买 那么中国的文人 那么喜欢的天幕茶碗 那么对他来说 他当然也很嚮往了 幕府的将军周边的 那些武士的贵族们 所以他们就应该是 用堂物 就自己能拥有多少堂物 来炫耀自己 拥有多大的财力 拥有多大的权力 江户时期 最有实力的大名之一 乾田蜜江 闻听乾田家族 曾经持有的名贵茶碗 可能是第四只要编天幕 我们立即前往爱 资鹤县美秀美秀 关于被收藏在这里的天幕茶碗 专家看法 这只茶碗以底部为中心 布满了闪耀着独特光芒的翻纹 犹如夜空星辰 不同的是 其他三只茶碗 是结晶体多处聚集 而这一只 则是结晶体 各自独立的闪耀着光辉 一番大きな違いは 発色ですね 色の出方の違いです 青白い夜光中のような 光を発するような 色の出方なんですが こちらの場合は 茶碗全体に いわゆる虹色の色が 切れて 正門一つ一つから出てくる というよりは 全体にそういう色も とても 大学の出方に とても 効果の中心の中心の中心が 大学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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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 一番大学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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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いうと 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人不惊叹那个药变天堂 都说太美太漂亮了 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国 就是大家都不重视这个市场了 为什么在日本人心理中会那么高的地位 我真的觉得就是日本人把我们这个镜长 放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地位 而我们中国人就确确把它给市场 包括中战的常文化也全部被丢失了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就是今天有些 觉得我要把我父亲这个镜长这个世界 一定要成为药花洋关照 而且它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体操的国宝 也是一个体操的特别 古代的传统在很多方面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依然也有痴迷于他的人 在继承的同时试图去创造新的奇迹 沐西 沐西 纵人居记的中国画家 八百年前 他的作品来到狱子 成为牧主将军的质量 今天他依然被称作水墨广之后 然而 在他的故国 这位画家几乎被作为 他的作品仅存于为 一身东营的归宝 第三集 找回沐西 让我们找回失传的大师 东营 古代中国如此称呼隔海相望的日本 在两国渊远流长的交往中 数不胜数的中国的文物流传到日本 其中 不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也被称为国宝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令人叹为惯 加上 由于昌年有的发现 在这些文物的故乡中 这些规宝 至今却几乎显 他们的身体 是在一步的地步 我们小五次 共关历 安防他们全力 全力 日本镰仓的禅宗寺院 建长寺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超度仪式 粉烧用旧了的茶屑 通过超度仪式 表达使用他们之后的感恩之心 在日本的寺院 超度并感谢使用过的物体 是一种传统 寺院的住持 恭恭敬敬 向神明敬献一杯抹茶 使用的茶碗 出自于八百年前的南宋 在日本 这种黑色漏斗形的茶碗 被称作天幕茶碗 因来自中国浙江省的天幕山而得命 仏仁さんにお供えするのも 祖師にお供えするのも 全部あの茶碗 これはもう750年以来 全然変わっておりません 常にあれでやると 相手言えば 常に大事なもんというか 常に自分の企画に合って 一緒に使用するような泡ですから 今天 天幕茶碗 依然是日本的传统茶道仪式上 最为名画的茶碗 自然南宋時代烧制的天幕茶碗 无疑是茶会上的主角 和珍藏他的主人一道 向来宾们展示的别具一盒的风险 在茶道的仪式上 天幕茶碗的地位 刚是几十七重 天幕茶碗 主要是 穆西 宋元居寂的中古画家 八百年前 他的作品来到日本 成为穆古将军的质量 今天他依然被称作 水墨画家 然而在他的祖国 这位画家几乎被作为 他的作品 紧回日本 印生东赢的归号 第三题 找回穆西 让我们找回失传的大师 东赢 古代中国如此称呼 隔海相望的日本 在两国渊远流长的交往中 数不上数的中国的文物 流传到日本 其中 不少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 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文物 在日本也被称为国宝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令人叹为观众 加上 由于堂尼人叹 在这些文物的故乡中 这些归宝 至今却几乎选回头 他们身体 却等于一步的 我们小处 渡官业 满航他们神秘的 门前 一世 日本廉仓的禅宗寺院 建长寺 这里正在举行 一年一度的超度仪式 粉烧用旧了的茶屑 通过超度仪式 表达使用他们之后的感恩之心 在日本的寺院 超度并感谢使用过的物品 是一种传统 寺院的柱区 公公正经 向神明敬献一杯抹茶 使用的茶碗 出自于八百年前的南宋 在日本 这种黑色漏斗形的茶碗 应该有的 这种黑色漏斗形的茶碗